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 我留给二米粒 二米粒我从小看大的 这孩子可善良了 我要给他吃 他吃比我吃还香 放在墙根这儿 一只 两只 还有六只 我进去给完了 我回来拿着就走 二米粒 二米粒 小姨哥 我的天哪 听我说 我的朋友 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赶紧尝尝馅 太好了 这可金贵 小姨哥来了 二米粒 不用他传达了 我南方的朋友 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尝尝馅 行了 我走了 来不及了 不是 吃了饭呢 走吧 小姨哥咋的了 可能是有急事吧 你这干啥呢 买奶粉了 是灰山的吗 必须得咱儿子再喝的 灰山马瑞奶粉 我跟你说 这可是咱们辽宁的自主品牌 是 我听说 贝利店都卖火了 是吧 来 螃蟹呢 谁拿走了 不可能 刚才我碰见他了 小姨父 那又回来呢 不是 这个 我 这是你的呀 这不是我的 但是呢 我进来的时候 看这门口 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我拿进来的呀 我也不知道是谁 给咱家送的啥 我就给拿进来了 我知道 张总 张总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 这张总就说 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 特别金贵的大闸馅 第一网的 非让我尝尝鲜 我说不用啊 不用啊 你自己吃呗 对对对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 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是 肯定是他司机啊 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 太客气了 这张总 是 是 富伍 你是钱总 是啊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什么 痴人家嘴短 男人家手短 是 你跟张总 这搞的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 咱还给人家 你什么东西 什么叫不明不白的呀 不就一箱大闸馅 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就是 走 蒸上去 对 对 喂 媳妇啊 螃蟹拿到了 对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 跑了 河坏了 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 一个都没了 喂 媳妇咫着大牙等着吃呢 你说这 我咋要回这一只啊 我去看看那个张总 一共给咱拿几只捧去啊 一共六只 嗯 这全是六只 不对不对 等会儿我看看 这种包装的大闸蟹 应该八只 加上我那两只 啥意思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就是 我那两只 和这六只 是一家 对 啊 对对对 可不一家子嘛 大闸蟹嘛 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 一家子嘛 对对对 你们这两口人 吃八只大闸蟹 吃得了吗 确实吃不了 怎么吃不了啊 咱家人多呀 咱们两口子 大姐大姐夫 咱爸咱妈 小米粒 妞妞 正好八个人嘛 八只大闸蟹嘛 对对对 就这样算 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 这样吧 咱俩吃一只 俩儿子吃一只 行 哎 这是大闸蟹 啊 极寒之物 极寒 她吃了以后拉肚子 不行的 那妞妞也别吃了 妞妞要是不吃的话 那还真是多一只 还真是多一只 那 那就给小姨夫吧 小姨夫啊 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 这现在又又又 要过去一只 你这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看你那样 不是 你这 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 这啥意思啊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嘛 我知道你不在乎 你坐下 哎 这怎么了这是 我在乎的是亲情 哦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你说 二美利 我是从小把它看大的 是 那时候这么高 冬天下着鹅毛大雪 他在雪地里吃饼干 看见我过来了 他留着大鼻涕 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 那个饼干呢 就往我嘴里塞 亲情 我为了亲情 我只有两个大干系 给你们送来 我媳妇爱情 我都不要了 自个大牙在家等 我背给她 我给你们 小姨夫啊 你知不知道 你有好东西 还想着我 我今天特别感动 是 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这样 小姨夫 我再给你拿一支 这样你跟我小姨 不就一人一支了吗 反正张总 给我们拿六支呢 我们也够吃了 太好了 电话 小姨的 小姨电话 你接吧 接 咱去蒸房去 喂 媳妇啊 我抓着两支 我告诉你 你都吃 我一个都不吃 我不是 你给我爸 我妈打电话了 让他们来吃旁边 不是 那他们一人一支 你咋办 你不吃 给他们吃 多好的儿媳妇 不行 我一定让我媳妇 吃上大闸蟹 顺芬啊 顺芬 把螃蟹拿过来 拿过来 拿过来 来来来 来 顺芬啊 我刚才讲的故事 你敢没敢动吧 我感动了 挺感动的 我刚才讲了你的故事 你敢不敢动吧 我特别感动 对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 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把螃蟹给我一支 没事没事没事 咋着呢这是 再给你一支 哎呀 这螃蟹给完小姨子之后 咱家不还上五支呢吗 你怕什么呀 啥五支啥五支不是剩三支了吗 哦 锅里还有两支 哎呦 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对 有三支我就够了 哈哈 我跟你说 谢谢啊 没事没事 谢谢那我走了 行行行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芬啊 趁着新鲜吃啊 小姨芬 好好好 行 走了啊 哎呀 太好了 你说这小姨芬是来要螃蟹的 还是来 还是来送螃蟹的 你少说两句吧 我那都给你 喂 媳妇啊 完成任务了 我爸一支 我妈一支 你一支 我这有三支 啊 啊 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 一家人都来了 他们几个人啊 啥人 他们也要吃螃蟹啊 好好好 行 你放心 我一定让他们吃上 哎 小姨 来来来 螃蟹呢 螃蟹 我就没往锅里放 我知道你得回来 哎呀 来来来 咱们说一下 你说你说 你刚才说 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爸妈一人一只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怎么了 上岁数来了 胃不好 哦 极寒之物 对 他们不能吃 你也不能吃 我怎么不能吃 我挺爱吃的 极寒之物 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是有点啊 啊 有这么句话 啊 螃蟹好吃皮难拔 最可恨的把嘴炸 弄不好 他把肚子拉 你这个顺口溜 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 这什么 你想要干什么 你到底想要 我吃 你这撒螃蟹 你吃了不拉肚子 谁说我吃 我不吃 我给我媳妇吃 我媳妇吃了以后 他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 我粘起来了 你看那小姨 行了 钱是发 少说两句吧 你这样 你把那三只 也给小姨复装上 行 小姨复 我再说了 我爸我妈 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 吃完他一拉肚子 没了 哎呀 喝我也要 喝你也要啊 你要喝干嘛 好难 好 哎呦 我给你装上 小姨复 来吧 干什么 干什么拿回来 哎呀 天哪 这得整个包装 我明白了 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 到我们家来吊螃蟹来了 什么呀 二妹 哎呦 孙峰 哎 谢谢你们 你们对我太好了 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 不是 我当牛做马 我要感恩你们 不用不用 小姨复 行 快回去吃螃蟹吧 谢谢啊 再见 太好了 我跟你说 二妹弟 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 哎呀 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那我看够呛 喂 媳妇 完成任务 六只 全找着了 对 嗯 我爸我妈不吃 她不吃我妈会这么半天 我爸说 什么 要给我爷爷奶奶吃 他们舍不得吃 我爸我妈舍不得吃 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 我 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了 传统美德 不能丢 来来来来 哎呀 没熟呢 哎呀 管他熟没熟呢 咱先吃个拉草 快快快快点快点 住口 听我说 螃蟹呀 是极寒之物 哎呀 算了 你到底想要找的对吧 哎呀 小姨父啊 这现在不是极寒 那极热呀 烫嘴呀 你也要啊 我的天哪 小姨父 你平时不是这样 你咋的了你呀 你是不是有事 你有事 你就直接跟我说呗 哎呀 他有啥事啊 你听我说吧 小姨父啊 就是馋这个大闸穴了 因为这是头网大闸穴 小姨肯定也想吃 你没看见吗 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的打 他一直一直往回要 其实他一块要 不就完了吗 咱现在生活好了 又不是吃不起 再说了 盘景大闸穴 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穴差呀 对不对 一个月以后 咱就吃上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呀 你平了吧 小姨父是最注重心 是的